7號下午5點多 機車行駛在沙士車右側 沙士車要切往外側車道時 機車被撞倒 女騎士摔車後 又慘遭沙士車車輪碾壓 滾了好幾圈才停下 但頭部破裂重傷 送力不治 而死者身份曝光 是明27歲 來自薩爾瓦多的高姓女子 死亡車禍發生後 薩爾瓦多女子的朋友 在PTTPO文質疑 新聞被對方公司壓下 連警察也不給掉監視器畫面 說是沒有授權力 但由外籍人士 在台灣出車禍權益不保 警方趕緊澄清 偵查不公開 不是家屬就無權查看 或拷貝肇事影像 肇事駕駛也坐過酒測 確定沒有酒精反應後 也被一過失致死 罪嫌移送台南地檢 同樣在永康10號晚間7點多 這輛車行車記錄器拍下 行駛在中山南路上 左邊這輛轎車突然右偏擦轉過來 這輛車瞬間失控 再往正在停等紅燈的白色轎車撞上去 釀成五車連撞 我在外側車道 內側車道的車子 就直接從我的車身撞下去 被波及的轎車駕駛車禍後 還精魂未定 還好沒釀成重大傷亡 其中一名駕駛 以及一名女乘客 輕微擦傷自行就醫 只是在看看行車記錄器 藍色轎車打完方向燈 秒切外側車道 也難怪一旁車輛閃避不及 釀成五車連撞 記者賴關章 台南報導 記者賴關章 記者賴關章 班農 申請 , 請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